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今天在深夜12点多的时候 柯文哲终于是来到了这个台北地检署这个地方 他搭乘这辆银色的乡行车是已经下车了 并且非常多的人是方围在这场画面 小心准备 阿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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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哪里是在哪里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现场除了柯文哲之外 甚至还有很多的这些支持者 包含像是一些反科的民众 还有他的支持者是在场外这个地方 甚至目前已经正在逐步的发生冲突当中 可以看到其实外面有很多的人他们是互相的喊口号 就是因为有些人是支持 那么有些人是反对的 在外面是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正在呼喊当中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还包含像是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民众党员也是陆陆续续的到这个地方 来进行声援 不过可以看到呢 其实搜索和平在下车之后可以看到 他其实呢 目前他的这个表情可以看得出来是相当的这些非常的疲累 就是因为呢 他今天的这个问讯已经其实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 可以说的是非常的久 那么目前外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反对者以及支持者 还正在持续的呼喊口号 双方的冲突恐怕随时都有可能会一触即趴 甚至可以看到的很多的民众党员现在也已经走出了北浅这个地方 跟相关的这些反对的民众呢 是一直在不断的呼喊口号 双方的这个口号的是越喊越大声 双方的这个情绪呢也是越来越激动 不过可以看到其实今天连阵子的进度呢 似乎是慢了非常多 因为柯文哲是从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被搜索 但一直到现在已经晚间12点多了 可以看到呢 他的整整的问讯时间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 那么就连陈佩奇从联阵署到北浅 再从北浅离开 他其实人都还没有离开联阵署 一直拖到现在大约是12点40分的时候 才正式离开联阵署 并且呢是来到了北浅 恐怕就是因为呢 减掉他们要厘清的部分还有很多 那么之后有没有可能会直接进行漏液的征讯 或者是他到底是要交保或者是积压呢 其实目前外界都相当的关注 那么以上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